警車不斷鳴笛示警 兩名員警衝下車 持強鶴令駕駛 乖乖配合 下車 下車 趴下 下車啦 安全帶解開 手放在門上面 手放在門上面 還沒有鞭啊 嫌犯一副忘記自己剛剛在幹嘛 還跟員警裝傻 不過確實犯下了不少違規 嫌犯遭警方攔截微步 究竟怎麼回事 原來29日凌晨兩點半左右 這名零性嫌犯 駕車行進花蓮中山路 雨國蓮二路 周關時違規跨越雙百線 遭巡邏員警攔查 不過嫌犯卻是心虛一路加速逃逸 先犯過程中還鑽進小巷 將車燈關閉熄火 躲避查器 不过警方最后花了十分钟 两公里的路程追砌 终于在巷弄内逮到嫌犯 最了解这名零性嫌犯 还有着毒品前科 从来没考过驾照 警方这一次并没有在车上查到任何毒品 不过嫌犯无照驾驶 加上连犯三项违规 恐吃上万元罚单 记者留期教李廷熙花莲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